好,感谢主 今天早上你能够来参加我们直播的聚会 请你在这个时候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能安顿下来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今天因为有主餐礼拜 所以也请你把主餐的杯跟饼 也放好在你旁边,在你附近 待会儿讲完道之后 我们主餐的时候,你就可以拿得到 好,我们也请你在整个聚会当中 按照我们聚会的程序 或站立,或坐下,或唱诗,或低头祷告 请您都一步一步地跟着进行 我们来敬拜神,赞美神 虽然你不在教会里面,教堂里面 但是呢,我们还是用一个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祂 因为圣经里面 主耶稣对着撒玛利亚妇人说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 时候将到,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祂 神是灵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让我们同心合意地向祂献上心灵的诚实和敬拜 请低头默道 祢封 defining 神灵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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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圣殿中 五天下的人 在主面前 主在圣殿中 主在圣殿中 圣殿中 圣殿中 阿们 亲爱的天父 在这个时刻 我们一同的奉主耶稣的名 来到你的面前 献上我们最真诚 最崇高的敬拜和赞美 虽然这个时候 我们众人各在不同的地方 因着疫情的缘故 我们暂时不能有实体的聚集 但是我们恳求天父 按着你丰富 慈悲 宝贵的应许 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 也在圣灵大能的保守之下 分别的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无论我们这个时候在哪里 求你愿纳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 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 也赐下你的话语和能力 兼顾我们的信心 你是以马内力的神 求你与我们同在 也叫我们众弟兄姊妹 在圣灵里一同相聚 如同聚集在教会的殿堂里面一样 我们感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好 请请大家站立 我们就一起来口唱心河的赞美神 我们要唱的诗歌是《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为生活忙 慈爱的天赋 偏偏都看顾 他更爱世上人 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一切需要 天父已经都知道 我心中烦恼 让他为你除掉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看顾 他是全能的主 我心中烦恼 他的人真是有福 都看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切需要天赋已经都知道 若心中烦恼 让它为你除掉 慈爱的天赋 点点都看顾 它是全能的主 尽靠它的敌人真是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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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让我们一起仍然站立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恭敬地向你献上赞美 求你悦纳 现在我们也向你献上祷告 求你侧耳垂听 天父啊 这次冠状病毒的疫情在地上试念 蔓延全球 到目前至少已经有300多万的确诊的病例 在美国也就有100万以上的确诊的病例 在这个幅度空前的灾难里面 我们深深地体验到自己是何等的脆弱 在那比灰尘还要小的病毒威胁之下 全世界都受到极大的震荡 无论是政治 社会 经济各方面 都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天父啊 在这样的动荡里面 我们要在你面前省察自己 并且认罪 求你赦免我们 借了耶稣基督的救恩 饶恕我们 主啊 在这样一个时刻 恶者想要用灾难来动摇我们的信心 来破坏你的计划 要来影响你的教会 但是主啊 我们相信你在危难中 是要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 也要装备我们 继续来实行你的大使命 并且要更加巩固 你所爱的教会 永远不动摇 因为再大的灾难祸患 再大的不安动荡 都大不过你的掌心 因为你是天地的主宰 只要你说一句话 再大的风浪 也要平静下来 天父啊 我们求你 给我们有这样的坚强信心 面对一切的狂风大浪 虽然在风浪中 我们的船 显得很小 很脆弱 但是我们都有主耶稣 在我们的小船上 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 在这个时刻 我们不忘记 为身体软弱的 年长的主内肢体们 特别祷告 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纪念黄树珍姊妹 她的身体也非常地软弱 但是在多年的癌症痛苦里面 你总是给她力量 从没有离开过她 她也更是紧紧地依靠你 有美好的见证 主啊 我们求你继续地拖住她 叫她跟随你走每一步路 主啊 在这个时刻 我们也为姚荣亭的家人祷告 姚老伯 我们亲爱的姚老伯 昨天礼拜六中午 她已经在你所定的时间 被你接回天家 她老人家卸下了世上的病痛 你怜悯她 你爱她 你也就把她带回天家 让她脱去世上的产类 主啊 我们求你在这段时间 你就特别安慰客张 安慰围要 也特别特别安慰姚老妈妈 主啊 让他们在这段时间 失去姚荣亭老弟兄 但是有你的安慰 不但是你的安慰 更有你给他们的盼望 让他们知道 他的老人家 是到你那里去了 去了更好的地方 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是你赐给我每一位信徒的 我们感谢你 求你安慰这个家庭 拖住这个家庭 主要是的 我们的身体都会软弱 也有一天会朽坏 但是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的内心 确实可以一天 心事一天 因为你给我们的盼望 是永生的盼望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赞美你 最后在这个时刻 我们也不忘记 那些站在第一线的 医护的人员 我们来为他们祷告 他们为了要救人 爱人 挺身地站出来 来服侍病人 服侍老人们 还有体弱的人 无论他们在医院 在老人医院 在疗养医院 他们是爱人 救人的逆行者 也是勇于牺牲的英雄 主啊我们教会 就有好几位 这样的弟兄姊妹 他们是医生 护士 是病理研究 也是医院里面的 工作人员等等 天父啊 我们不能够在这个时候 一一的齐名 但是主啊 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 我们求你 一一的看顾他们 也拆遣天使天君 来保护他们 主啊我们求你 祝福今天的聚会 我们的祷告 你都垂听 我们所需要的灵粮 你也都赐给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 圣名祷告 阿们 好 大家请坐下 我们在聚会的当中 我们也不忘记 献上该献上的奉献 虽然我们不能够 实体的聚会 但是我们请大家 把奉献 一则用支票的方式 寄到教堂 或者是用网上奉献的方式 经过Zell 转账 到教会的账户 无论如何 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圣经提醒我们 不可以空手 来朝见主 让我们在这个时候 一同地为我们的奉献 来献上祷告 天父啊 虽然外面的疫情 还在蔓延 我们也不能够到教堂 做礼拜 但是主啊 在这段时间 我们感谢你 保守我们都有平安 我们也感谢你 给我们有生活上的供应 主啊 我们也把当大的奉献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你 预备神家的一切的需要 我们感谢你 虽然我们很渺小 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 但是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你的面前 你这样看中我们 也这样的保守我们 爱我们 好像牧人照顾小羊一样 我们每天都活在 你的恩典当中 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 主啊 在这个时刻 可能我们当中 有些弟兄姊妹 工作受到了威胁 事业受到了威胁 主啊 我们在这个时候 更知道 感觉到需要你的恩典 来复辟我们 来托住我们 也带领我们 有难处的弟兄姊妹 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天父我们相信 你的眼目 在我们的身上不离开 让我们有信心 在这个时候 更定你 相信你 也知道 地形会过去 你的恩典 你的保守 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我们也求主在这个时候 吃给我们 坚定的信心 在奉献的时候 我们所献上的一切 都能够 讨主的喜悦 我们求你 祝福这些奉献 这是肢体们 爱人 爱神的 一个表现 愿主 你的名 在一切的事上 得到当得的荣耀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在我们当中 传讲信息的 是原家二位原牧师 我们就把时间 恭敬地 请他上来传讲信息 弟兄姊妹们 平安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 天国快乐人的生活态度 经文是 马太福音第六章 十九到三十四节 让我们一同来聆听 主耶稣基督的话 不要为自己 集赞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朽坏 也有结窝窝窿来偷 只要集赞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朽坏 也没有结窝窝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良而主 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众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生于饮食吗 身体不生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非鸟 也不重 也不瘦 也不积蓄在枪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施虑 使瘦数多加一克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白花 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 集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是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 说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就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受 一天当就够了 弟兄姐妹 这段时间里头 你的心在哪里呢 也许都在疫情的里面 疫情打断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破坏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好势头 粉碎了股票不断不能上升的美梦 疫情给全世界带来极大的经济打击 预计超过七千五百万人失业 损失超过两兆的美元 其实损失不是数字游戏 而且是真真实实的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每个人的银行账户的数字都减少了 退休账户更不用说了 最好不要去看 免得带来心疼跟头疼 疫情是我们关在家里 我们不出门 足不出户 落在恐慌交流之中 全球有三百四十三万人染病 有二十四万人死亡 美国有一百多万人染病 有六万多人死亡 加州有五万多人染病 两千多人死亡 洛杉矶有两万多人染病 超过一千人死亡 当其他的地区 病毒感染的病例好像慢慢减少了之后 洛杉矶的病例反而增加 我们的生活不知道何时何日 才能够恢复正常 我们的心被病毒所牵引了 在这样使人忧虑的情况下面 当年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教训 今天对我们来讲更是宝贵 主耶稣提醒我们 天父是看顾我们的上帝 我们在疫情当中 在这失序的时间 在这个不稳定的时代 我们要信告天父 不要为明天忧虑 我们要依靠天父给我们的力量 去处理每天的事物 耶稣所讲这段话 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 我们通常说是登山宝训的里面 登山宝训是 主耶稣教导我们作为天国的国民 怎么样来生活的生活法则 天国是什么呢 天国是上帝统治的领域 地上的国有国王或者统治者 或者政府的首领 有国土 有领土 有管制权 有国民 那么天国呢 天国的国民是谁呢 我们知道天国是上帝在掌权 每一位国民 我们是在基督徒 我们是跟随主耶稣的 是盟主救赎的 有圣灵内住的 我们的生命被主掌管的 但天国的领土在哪里呢 天国的领土 可以说在目前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哪一个国家 在政治的架构 在实质上是在上帝掌权的 也许有人说 伊斯兰国或者是梵蒂冈 但他们是否真正的是 在上帝掌权的地方呢 我们不在这里来谈论 不管如何 我们要知道 上帝的领域 是在上帝的殖民的心中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天国是上帝统治的领域 天国是在上帝殖民的心里 那我们这些天国的殖民 就把我们的主权传染地 交给上帝 使徒保罗又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天国的国民 所以登山宝宣是告诉 这些做天国的国民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生活 登山宝宣一开始用八福来开始 什么是福呢 福的原文 它的字根是快乐 快乐是在希腊人当时来 形容一个岛 这个岛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塞浦路士岛 他们称这个岛是快乐岛 为什么是快乐岛呢 因为这个岛的气候非常的好 岛上的风景非常的美丽 花草树木和果子都非常陌生 而且是不大会改变 这个词 这个有福的词 这个快乐的词 是形容这个不能被夺去的快乐 是不被外界影响的快乐 是独立于环境跟机遇的快乐 这正如主耶稣基督所说的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登山宝训教导我们 怎么样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登山宝训里头有三章的蝙蝠 从原则到实践 主耶稣都有详细的讲论 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 是在登山宝训的后面 我们在某种程度 在这个时刻 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失去了 我们所过去积攒的财宝 也在不同的程度上 为我们的明天的生活忧虑 当我在思想 今天的讲道题目的时候 我有好几个选择 一个是在疫情下的生活态度 一个是在经济衰退下的生活态度 后来我还是决定用 天国快乐人的生活态度 因为耶稣所教导的生活态度 是适合任何环境之下的 无论是经济兴旷 或者经济衰退 无论是生病或是健康 无论是战争或是和平 天国的国民都可以喜乐 都可以依靠着上帝 过着没有忧虑的生活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当中 来教导我们生活的原则 一个基督徒 一个作为天国可以享受快乐的人 的生活原则一共有四个 第一个是天国快乐人 要传然依靠上帝而活 巴福德迪福的经文是这样子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合版的翻译 这个虚心也许不是最完美的 一个翻译 英文的翻译是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re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在中文的新和本 修订本 跟圣经新的译本上面 的翻译是 心灵疲乏的人 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心灵贫乏的人 希腊文形容贫穷 有两个字 一个字是指一个人 他非得要去工作 不然他就没有钱 所以他是没有任何盈余的 这样的人被形容为贫穷 但另外还有另外一个词 这个词它字跟这个动词 这个动词是他 敦伏在地上 就叫趴在地上的 所以这个形容词 其中一个人贫穷到他 一无所有 他只能趴在地上 那把马太福音 所用的贫穷 就是第二个词 所以这个人是 认知到他一无所有 他穷到什么都没有 他唯一的依靠 就是上帝 巴克莱 这位有名的 圣经注释学者 他对这些经文的 传释是这样的 认知到自己 传染无助 需要完全投告上帝人 是快乐的 因为他因此能绝对 顺服上帝 而成为天国的国民 让我们用一个 耶稣说的比喻来 反方面来形容 来描写 绝书说的一个比喻 说有些财主 他有田产丰盛 他心里想着 哎呀我有那么多的财产 我的货仓装不下了 怎么办呢 于是他想 对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把这个仓房拆了 我建一个更大的仓房 然后把我所有的财物 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 然后他就以为很暗热的说 灵魂啊灵魂啊 你有许多的财物 寄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磕快乐吧 但这个时候上帝来到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不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于谁呢 所以耶稣做总结说 凡为自己集财 在上帝面前却是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一个人他以为自己有钱 但在上帝面前是最贫穷的 反过来讲 但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贫穷 我们一无所有 我要非得要依靠上帝不行的时候 上帝就来供应我们一切所有 因为这个缘故 尽管我是贫穷 但我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 有福的人 这是耶稣的经济学 一个人无论穷到什么情况 都可以快乐 就因为上帝看顾我们 所以马太福音在六章十九到三十四节 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八福 第一福的注释 详细地解释 为什么心灵贫乏的人是有福的 为什么认知到自己传染无助 而完全投靠上帝的人 是快乐的人 现在让我们一段一段地来思想 天国快乐的人的生活的态度 我们第一个原则是 要在上帝面前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上帝 第一个原则是 我们天国快乐的人的生命目标在天上 所以耶稣基督接下来跟一段教导是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 要解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朽坏 也没有解挖窟窿来偷 古寿的财宝有三种 一种是生树 就是牛羊骆驼 驴子这样子 第二个是金银 金气银气 第三种是用名贵的丝绸毛料 所做成的高贵的衣服 我们还记得 亚伯拉罕拆他的仆人 要为他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 这个仆人带了这些礼物 当他送这些礼物 送给利百家的时候 圣经就记载说 当下仆人拿出金气银气和衣服 送给利百家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财宝 就是金气银气和衣服 古寿的人喜欢把宝物藏在地里 当时候没有银行 也没有保险箱 那把金气银气藏在地里 有两个危险 第二个危险是会生锈 因为当时的金银的程度 没有那么高 所以会生锈 另外一个危险是被人偷 当时的房屋 是用那个泥砖来做的 所以很容易就挖一个洞 人就可以进到屋子 把金钱偷去了 衣服更是容易损坏了 当年也没有张老丸来做防虫 今天就算我们有这些防虫的耳机 也常常发现我们的毛衣会被虫子咬 所以耶稣用金气银气会生锈 会被偷 衣服会被虫子咬 来说明地上的财宝 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 我们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什么也不能带走 我们的地上的财宝 或许可以让给我们带来 暂时的享受和快乐 但这些享受不能满足我们心灵 最深的需要 当代著名的护教学家 Ravius Zacharias说 他说追求感官享受的终极 结果就是绝望 没有地上的享乐能令我们满足 人只会不断不断地增加这个计量 才让他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的快乐 但无论如何增加 他仍然不会满足 不满足最后就是绝望 绝望的结果 很多时候就是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太多了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要集赚财宝在天上 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 天国的国民 我们的生命目标是在天上 那里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 如果我们要集赚任何的财宝 那让我们集赚财宝在天上 什么是天上的财宝呢 犹太人有一个认知 他认为存在天上的财宝 是人的品格跟做的善事 初期教会的福音施工 所以福音能够传得那么的快 那么的有效 是因为当时的基督徒 有很好的品格 也做了很多的善事 基督教历史记载着 在罗马君王 Dysius的时候 这个王 逼迫了基督徒 所以这些 罗马的军队 他觉得要取替 基督教 就进到教会 其实他是想去 抢夺财宝 他以为教会里头 一定存了很多的财宝 与其军官就进了一个房子 就质问那个执事 这个执事的名字叫 Laurentius 叫做你们的教会的财宝在哪里 这位Laurentius 执事 执事他在教会里面的孤儿寡妇 说这些就是教会的财宝 除其教会的财宝 是善行和德行 除其教会的信徒 深深地明白 并且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教训 马上福音第10章第39节 就是说 得着生命的将于世上生命 为我世上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用潜意的话来说 你想保存的 你就会失去 当你舍去的时候 你就能够存留着 接下来 主耶稣用心跟眼 来继续的财明 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灰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心是代表 我们的感情跟意志的所在 眼睛是信息 进到我们的思维的途径之一 眼睛好比照相机的那个镜头 照相的人喜欢用 在那个镜头前面 加一个绿光片 那加了这个绿光片 出来的照片的果效就很不一样 有一种绿光片 它是有不同的透光度的 从最光到最黑 那最黑的那个地方呢 几乎是完全不透光的 如果我们照相的时候 不小心把这个绿光片 调到最暗的地方的时候呢 照出来的照片是一片的漆黑 今天我们中国人就能明白 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心眼来形容 一个人的心胸跟眼光 我们说这个人的心眼很好 或者说这个人的心眼很坏 但心眼很小 主耶稣教导我们 要把我们的心 放在一个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 我们的眼睛要光明 就是不容一些不好的东西 进到我们的心当中 我们的心眼 若放在永恒的价值事情上面 还是放在世上 一些要过去的事情上面呢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心思意念 放在钱财上面 那一定会影响我们处理生活 其他方面的事情 这样我们的眼睛 就会越来的越昏花 我们里面的光 会一天一天的暗淡 以至有一天会全然的黑暗 那是非常可怕的 保罗 面对我们要朝天的视野 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耶稣 一同复活 就当求是他上面的事 那你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朝天视野是 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 丢弃万事 看着粪土 朝天视野也是 像斯伯来书所勉励我们的 要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愿上帝帮助我们 跟着主耶稣说 据我们非常熟悉的教训 主耶稣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众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 在罗马的时代的奴隶 他们有可能有两个主人 因为在一个家里头 可能有两个兄弟 但他同时要是侍奉这两个人 但这个奴隶非常可怜 他很难做事 也很难做人 因为每一个主人都要求他 绝对的顺服 他要求这个仆人 完全的只侍奉他 你看 这个奴隶 这不是被拉成两半呢 是的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我们不能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我们若不是对上帝忠诚 就是对钱财忠诚 我们没有可能去侍奉上帝 又侍奉金钱 我曾经听过一位基督徒说 他希望得到天上的财宝 也得到地上的财宝 我坚强对他说 你这个半天掉的基督徒 是非常可怜的 你是掉在空中 天上的财宝 天上的美善美好 你享受不到 地上的你也享受不到 这甚至很可怜的 一个人若以地上的财宝 为他人生追求的生命目标 他也许可能得到 他也许能够享受地上的一些享乐 但是 他很可能得不到永恒的生命 主耶稣不是这样说吗 财宝见天国比骆驼 竟针眼还难 所以如果一个人 以天上为他人生追求的目标的时候 他把生命交给上帝 他会得到最宝贵的 天上永恒的生命 其余的在地上的东西 上帝会按照他的需要来供给给他 他不会缺乏的 所以我们作为天上的国民 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放在天上 这是第二个原则 第三个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是 天国快乐人的生活 有上帝的供应 我们要依靠上帝的供应 主耶稣知道我们需要从不同的方式 用不同的陈述 去听同一个教训 才能够明白 更深地明白这个道理 同时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 于是他用两个比喻来进一步解说 一个有福快乐人的生活的秘诀 耶稣用天上的非料和野地的花来说明 不要忧虑上帝供应你生活的需要 这段经文再次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 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耶稣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看 那天上的非料也不重也不瘦 也不继续在仓里 天父上帝养活他 我们这些上帝所创造的人 岂不是比鸟更贵重得多了吗 放手我们思虑 无论怎么样的思虑 怎么的忧虑 也不能使我们的瘦数多增加一刻 我们也真是不需要为穿什么来忧虑 你看野地里的白花 多漂亮啊 他不劳苦也不仿仙 但他所有的美丽 比所罗门王及荣华的时候 所穿戴的还不如他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小心的人呢 我们是不是为了我们吃 我们喝来忧虑呢 在这段经文里头 一共出现了六个忧虑 人倾向于忧虑 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的模式是负面的 想什么都是往坏去自想的 越想越糟糕 越想越没有盼望 忧虑是夺取人快乐的杀手 主耶稣指出 忧虑对我们毫无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常常仍然是忧虑 忧虑是对上帝的善良和怜悯 缺乏真正信心所引起的 再说一次 忧虑是对上帝的善良和怜悯 缺乏真正信心所引起的 神学家梦想说 忧虑是无神论的实践 是对上帝的冒犯 若我们一个旧徒 仍然活在忧虑的当中 我们跟一个不信神的人 没有分别 所以忧虑是无神论的实践 当我们忧虑的时候 我们是冒犯上帝 因为我们实在是不相信上帝 所以才会忧虑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不是一个小心的人 我们不要再去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主耶稣再三地保证 野地里的花 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火炉里了 主耶稣又说 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那是外邦人所求的 外邦人就是那些 不相信耶和上帝的人 我们是相信耶和上帝的人 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耶和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 是供应我们一切的主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在我们还不知道有需要的时候 上帝早已经知道了 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 祷告的时候就说了 你们不可效法 他们就是那些外邦人 因为他们所求的 因为我们在没有祈求以前 我们所需用的 我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来相信 我们的生活的一切的需用 上帝已经早为我们预备好了 我们用信心来依靠上帝 不但如此 耶稣在这里 加给我们一个更高的应许 主耶稣说 你们要先求他的果 和他的意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 先求他的果 和先求他的意 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用主导文来解释 主导文当中说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先求他的果和他的意 就是愿意上帝的旨意 行在我的心中 行在我们的身上 有人说 如果我能肯定知道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我一定顺从 其实最大的难处 不是去找到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最大的难处是来跟从上帝的旨意 上帝对以色列民 很清楚的旨意 也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最基本的一个旨意 就是要他们成为上帝的旨意 专一地来侦选 专一地来侍奉耶和华 不许拜迦南的家神 可是他们做不到 顺服上帝是最难的 所以另外是先求他的国的另外一个意义 是引领人能够进入上帝的国 把福音传给人 使人接受上帝的管制 成为天国的国民 求他的意义的意识 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培育上帝公义的品格 在生活上行出公义的行为 这正如先知弥迦 对当代的人 也对我们现代的人的呼吁 说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你向他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要顺服上帝 行他旨意的时候 其余的上帝会加给我们 上帝不会亏待我们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了 所以让我们不要忧虑 因为天父供应我们的一切 我们不应该忧虑 因为那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这是第三个原则 我们来依靠上帝的供应 第四个原则是 天国快乐人 依靠主来处理每一个事物 主耶稣用这句话来总结这一段的教导 主耶稣说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就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明天就明天的忧虑的原文的执意是 明天将会为自己忧虑 既然明天会为自己忧虑 我们就不能 也不需要 也不应该 为明天忧虑 我们为明天忧虑是愚蠢的 因为明天如何 我们都不知道 明天是在上帝的主权的掌管当中 这不是说 我们不要为明天来做计划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未来做计划 一个人 如果不为明天做计划的话 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个愚蠢的人 不是一个聪明人 更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但是做计划跟忧虑是两回事 忧虑的产生因为 我们怕我们的事情做不好 我们怕这事情不在我的掌控的里面 我们怕我的余意算盘行不出来 于是我们产生忧虑 那处理忧虑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把我们的计划交托在掌管一切的上帝的手中 正如雅各书四章十五节所说的 我们应该对自己说 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个 也可以做那事 耶稣 讲完了前半 还有后面一半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半 后一半是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耶稣基督知道 人生在世上是有难处了 这句话 是鼓励我们要正面的去处理一天的事物 我们说基督徒不是什么都不做 摊开双手来让上帝为我们做所有的事 也不是让上帝来为我们收摊 不是 我们要依靠主的智慧和大能大力 去处理每一件事情 保罗勉励心头说 你们要靠着主 依靠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疫情的下面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我们不知道病毒什么时候会消失 政府可能会按照原定的日期 在5月15日之后开放 可是在开放之后 生活肯定会跟以前不一样 也许现在我们隔离在家 还不觉得怎么害怕 开放之后反而要害怕 因为开放后我们要恢复工作 我们要恢复出去 我们哪知道谁是那些可能带病毒 而没有症状的人呢 我们真是防不生防 但经过如此 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得到安慰 得到力量 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生命传了 交给上帝 天父看我们 比世上一切时候的动物植物都宝贵 天父看顾我们 天父必看顾我们 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 接连在一起 让我们从主耶稣那里 支出他的能力 汲取他的智慧 去处理每一天的事情 让我们牢牢地记着 主耶稣对我们的吩咐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 要让我们来再次聆听 主耶稣在上十下之前 给门徒鼓励的话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 于是我们可以不忧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是一个天国的快乐人吗 你是天国的快乐人吗 是的 我们都是天上天国的快乐人 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的 生命主权完全地交给上帝 我们可以向世界宣告说 我是天国快乐人 我传然地依靠上帝而活 我的生命目标在天上 我的生活有上帝的供应 我靠着主给我的能力智慧 我可以处理每天的事物 这是基督徒生活的态度 无论疫情还在 还是疫情已经过去了 这都是我们生活的态度 上帝是我们的主 祂看过我们 祂供应 祂保护 让我们来信靠祂 我们一同地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你给我们何等的安慰 何等的鼓励 你告诉我们说 不要忧虑 是的 天父 帮助我们真是不要去忧虑 因为你胜过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仍然在你的掌管当中 主啊 帮助我们传来的依靠祢 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 放在祢的手中 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朝天的视野 帮助我们能够依靠祢而活 哦 主啊 也给我们有每一天的智慧能力 去处理每一天的生活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您祈求 阿们 让我们来唱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必将一场堪之小 天父必堪固里 天父必堪固里 世事堪固 处处堪固 他必要堪固里 天父必堪固里 有时要苦务心中失望 天父必堪固里 天父必堪固里 世事堪固 处处堪固 天父必堪固里 世事堪固 处处堪固 他必要堪固里 天父必堪固里 世事堪固里 天父必堪固里 阿弥所求祂比吹听 天父比看顾尼 天父比看顾尼 世事看顾 处处看顾 阿弥所求祂比吹听 天父比看顾尼 阿弥所求祂比吹听 天父比看顾尼 阿弥所求祂比吹听 天父比看顾尼 世事看顾 处处看顾 世事看顾 处处看顾 阿弥所求祂比吹听 天父比看顾尼 谢谢袁牧师带来的信息 今天是五月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一同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主餐 圣经很明确地提醒我们 我们每逢领主餐的时候 我们都要先醒察自己 今天的信息更是提醒我们 要好好地醒察自己 看我们在我们里面 是不是真正地 侍奉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心 是不是定进在耶稣基督身上 世界的变化 有没有混淆了我们的视野 有没有动摇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醒察 请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 低头莫倒 在神的面前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我们的言语行为 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主 不讨神的喜悦 冒犯了弟兄姊妹 或者是家人 在这个时刻 我们求主 饶恕我们 赦免我们 让我们的心 再次地被主的保血 所洁净 让我们从心底的深处 来感谢主耶稣 在十架上 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我们实在是感谢主 若不是主 为我们舍身流血 今天我们的罪 没有办法得到对付 我们感谢主 我们在一边醒察 一边也就向主感恩 让我们一同来为 我们所预备的杯柄 我们来感谢 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在这个时刻 我们恭敬地 来到主的桌前 这是主耶稣 在被卖之前 所预备的 所制定的 要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常常地来纪念主 是的天父 我们何等地感谢你 若不是耶稣 为我们 舍身 流血在十架上 今天我们的罪 都还在 主啊 我们若又是 有罪 没有一个人 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靠着 耶稣基督的保学 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当我们真是愿意离弃 我们的恶行 我们真是求主 来赦免我们过犯的时候 主啊 你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感谢你 桌上的杯柄 也求主分别为圣 我们恭恭敬敬地 到你面前 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 求天父悦纳 也更求主耶稣 与我们同在 你的圣灵 也引导我们 整个的过程 我们专心一意地 在你的面前 要纪念主 为我们受难 为我们舍身 谢谢天父 我们的感谢 祷告 祈求 都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阿们 若你拿着 是教会预备的 小盒子 你就拿出来 或者你自己预备的 杯个饼 也都可以 小盒子的第一层 一个透明的 塑胶纸 把它拉开 小心地拉开 第一层 第一层是一个饼 请你把饼拿起来 举起你的饼来 主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一起 恭敬地用 饭后 主耶稣又照样地 拿着一起杯来 我们小心地把第二层的塑胶 拉开 然后请你恭敬 小心地把杯举起来 主耶稣说 这杯是我的鞋 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美梦喝得如也行 为的是纪念我 我们公公敬敬地用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公公敬敬地 遵照你的吩咐 领受了杯和饼 我们真的感谢你 主啊 在这样一个时刻 虽然我们弟兄姊妹 都个人在自己的家中 但是我们是同领了一块饼 就是你的身体 我们也同领 一杯一个杯 就是主 你所流的血 主啊 我们何等地感谢你 因为唯有你的宝血 唯有你受死 受死 你是无罪的 你是上帝的羔羊 你能够替我们赎罪 唯有你是我们的救主 天下人间 没有吃下别的鸣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主耶稣说 我们谢谢你 为我们走上十架 为我们舍身流血 今天我们 接着杯和饼 我们再一次的领受 你给我们预备的救恩 也再一次的表明 我们是 在你的里头 靠你 我们得到了新的生命 也成为新造的人 天父啊 求你保守我们 每一位你的儿女们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疫情的笼罩之下 主要让我们更明确地知道 我们是属你的儿女 你爱我们 也必定爱我们到底 求你给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无论外面的动荡如何 我们的心 在你的里面安稳 不但是安稳 主要为 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因为我们有明确的确据 得救的确据 永生的确据 天父啊 我们就求你 更是望我们 传福音的负担 因为今天 还有很多人还不认识你 你也把大使命 托付了我们 主要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更能够体认到 你给我们的使命 何等的重要 我们不但要成为 你的门徒 我们更要成为 福音的使者 把别人也带到你的面前 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为你的门徒 天父我们求你把这样的使命感 深深地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在这段疫情的时刻 让我们不忘记 你给我们的使命 更不忘记 我们要爱神爱人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谢谢你 愿纳我们的敬拜 愿纳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欢迎和报告 我们再次的欢迎 很高兴 知道你参加我们主日的直播的聚会 无论你在哪里 我们相信上帝与你同在 我们也相信上帝会祝福你 保守你 我求主兼顾你的信心 在任何的变化之下 知道这都是暂时的 我们的上帝的保守 才是永远不改变的 要有信心定睛在他的身上 我们盼望在这个时刻 虽然我们出入 我们要戴口罩 我们还要保持社交的距离 盼望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很明确的知道 这都是暂时的 我们也必须要遵守这些规定 没有错 但是 我们的心 却仰望我们的上帝 我们也在这段时间 更明确的知道 人人都需要主 更需要主的福音 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刻 弟兄姊妹 更明确的看见 我们的使命 是要爱神爱人 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也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的方向 让我们的使命 更加的明确 好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 无论外面的变化怎么样 在我们安静的时刻 在我们读经的时刻 在我们网上聚会的时刻 等等 让我们都做装备 做准备 因为这些的征兆 这些的外面的这些疫情 外面这些瘟疫 都告诉我们 主来的日子更近了 我们要做准备 迎接主再来 同时要抓住今天白日 赶快做主功 广传福音 尽我们的责任 主要再来 求主兼顾大家的信心 在我们进行继续报告 所以我们在 刚刚我们的聚会里面 我们也奉献了 所以知道 我们今天还是有奉献的方式 透过网络的奉献 或者是支票到教堂都可以 所以朋友们准备 不要忘记 尽上我们的责任 为神的家而摆上 我们也感谢神 上个月 弟兄者们的摆上 也非常的尽责 所以我们的教会都没有缺乏 我们也感谢神 这个月继续是如此 请大家能够在 神的家的事上 尽我们的责任 我们也 教会里面 我们还有一些 继续的施工在进行 主委也注意到了 我们这个直播的聚会 我们都有固定的频道 所以主委你只要设定好了 你就可以进来 很方便 无论是COP的频道 或者是YouTube的频道 都可以 盼望每个人都能很顺利的 每个礼拜都能够参加直播的聚会 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也已经开始了第二季的主日学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呢 请你注意教会所发出的电子邮件 还有各样的讯息 盼望你能够加入这些班级 我们这一季开了三个班 一个是木道班 一个是旧约的路德纪 一个是新约的田上罗里加前后书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你能够在不能聚会 不能到教会聚会的当中 仍然不间断地来参加主日学 特别利用时间装备自己 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 下一件事情我要报告的 也就是刚刚我们在祷告里头提到的 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位老人家 还有身体比较惨弱的弟兄姊妹 需要我们的带导 第二就是黄树珍姊妹 她的身体也很虚弱 她也需要大家的带导 求主兼顾她 不但有坚定的信心 她的孩子们也有信心 来扶持妈妈 照顾妈妈 这个家庭也需要我们的祷告 我们也请大家继续地为 你所知道的肢体软弱地来祷告 如果你看到教会有立刻什么消息 那么你也就能够立刻地来祷告 一起把将这些需要的弟兄姊妹 都由祷告拖入在上帝的面前 今天我们的聚会就要到此告一个段落 让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赞美一神 唱赞美一神 我们不几位 天下生命都当终点 天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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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上满 天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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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 天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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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满 天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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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满 天上满 天下 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天父上帝的大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宝慧训味 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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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到此结束 求神祝福大家 这个礼拜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路上 大家都平安 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在网上见面一起聚会 神祝福你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membrana